将苏队输给上海队4分 无缘晋级8强CBA季后赛 12竞8第三轮比赛 将苏队做客对阵上海队 在此前双方阵成1比1平 因此这场比赛已经到了一场定胜负的情况 只要能够赢球就能够晋级8强 然而这场比赛对于将苏队而言十分不利 因为球队主力中锋吴冠希 因为伤病无缘本场比赛 这让江苏队实力受损 反观上海队主力中锋王哲林付出 让上海队实力大增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缺少无关系的江苏队在比赛中打得风生水起 完全没有惧怕上海队的意思 在比赛还有一分34秒时 江苏队以100比96领先上海队4分 似乎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江苏队为年轻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接下来的一分多钟内 江苏队连续出现了失误 上海队抓住了机会 打出了一波10比0的比分 从而一举奠定了比赛的胜利 最终江苏队以104比108遗憾地输给了上海队 从而无缘晋级八强 而上海队则入院拿到了晋级八强的一个名额 李南球队一直在进步 但是并不是十拳十枚 可以说在赛前 也许李南也想到了会输给上海队 但是 在比赛中江苏队的年轻球员 却创造了赢球的机会 然而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时 江苏队的年轻球员 却不能够把握住 在最后一分钟出现了崩盘 这让李南也是有点难以接受 毕竟 球队离创造奇迹 就差一分钟的时间 在比赛结束之后 李南也是谈到了输球的原因 他认为球队年轻球员比较多 在比赛中 发挥好与不好都是正常现象 对于本场比赛的发挥 还是欠点火候 为此 李南也是肯定了球队 在这个赛季的表现 他认为球队所有人员 包括外援都是十分投入 才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球队一直在上升阶段 始终在进步 但是并不是十全十美 李南是这样说道 我们的球员比较年轻 年轻队员比较多 他们在场上打得好与不好都正常 首先我们鼓励队员 能够更多的敢于承担最后时刻 进攻防守的任务 至于发挥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欠点火候 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本赛季年轻球员进步非常大 我们打得并不是十全十美 但我们始终在进 不 感谢所有队员和教练组工作人员的努力 包括球队在外援方面的投入 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球迷 假球从本场比赛来看 江苏队打得确实不错 可以说 江苏队年轻球员的表现 让很多球迷都是眼前一亮 毕竟 在赛前大家都没有想到 江苏队能够与上海队 僵持到最后一分钟 甚至在比赛大部分的时间里 江苏队都是处于比分领先 不得不说 江苏队年轻球员的表现 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未来 是充满着光明的 然而 江苏队在后一分多钟的表现 却让球迷难于接受 原本江苏队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 接下来却是连续出现了五次失误 让上海队打出了一波10比0的比分 从而逆转了比分 拿下了比赛胜利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 江苏队主教练李楠 在如此关键的时候 却坐在替补席 完全没有任何表示 在球队连续出现失误 他没有交暂停 也没有进行人员调整 就是让场上的球员自由发挥 作为一场如此关键的比赛 李楠这样的表现 让人有点看不懂 因此 在比赛结束之后 很多球迷都表示这是一场假球 李楠有明显放水的意思 总之 假球两个字很快冲上了 冲热搜榜第一位 甚至李楠两个字也是冲到了 冲热搜榜第七位 看到CPA季后赛的一场比赛 把假球两个字冲上了热搜榜第一位 真是让人感觉到有点匪夷所思 那么 各位看官 您认为上海队与江苏队的这场比赛 是假球吗 在此 可以谈一谈您的看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